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小人物变成洗钱大师的故事 黑钱圣地,第一季第二集 回归上集精彩内容 小人物马蒂与朋友合伙开了家财务公司 私下却为大多销德尔洗钱 因朋友布鲁斯黑了对方八百万 最终丢了性命,自己也被连累 千万富翁秒变穷光弹 为了活命,撒下弥天大谎 承诺五年内替德尔洗干净五个亿 大战临头,本营扶其同心 可老婆却出轨遭了头子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超强 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咽下难堪 举家搬迁至奥沙克 实现为自己活命吹下的牛逼 闲言少叙说句上文 马蒂一家到达奥沙克后 先找了一家便宜旅馆住下 他对孩子写实,人生总有不如意 小型企业出现变革,更是在所难免 如今,家里正处于经济低谷期 务必保持精简,不允许破账浪费 眼下自己要出去谈生意 妈妈也要去给大家找房子住 临走时交代姐弟俩乖乖地待在这里 因为房子里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两人刚出家门就大吵一架 温迪不但没有感激马蒂让他活命 反而抱怨此事件害死自己的情人 世人都会出轨 和结婚对象以外的人上床很常见 也不知道这娘们的三观受谁影响 马蒂对她的指责表现得很平静 话题转向买房子 虽有800万在手 但属于他们的只剩2万 所以价钱尽量要便宜 竟然说道从此以后 俩人的关系由夫妻转为合伙人 共同职责就是养孩子 家庭沦落到此 自己也确实有责任 没有及时发现布鲁斯在背后搞小动作 但那是因为别的事分了心 妻子每周花几百报健身班 却一次没去过 晚上短信不断 接电话折折掩掩 最后差点掏空自己的钱包 就算明知道这么做 自己会没命 长时间以来 那段爱情小电影 成了她每一晚入睡的催眠曲 文尼听后恼羞成怒 马蒂来到当地工商管理处 谎称自己是天使投资人 专门拯救那些 濒临倒闭的企业 随后来到码头 先租下一个仓库 又给船主人 讲钱能生钱的理论 老板依旧可以拥有 百分之百的所有权 代价是放手金钱掌控 等待静赚 但船长肩位心较强 从不相信 有天上掉下饼的好事 马蒂走街串巷 一笔生意也没谈成 这里商家都如船主一样 细想手旧不肯接受新鲜事物 心灰意冷 独自坐在湖边吃午餐 有那么一瞬间 竟然想一死了之 温迪在房产中介业务员的带领下 连续看了多间房屋 不是蟑螂到处爬 就是屋顶漏水 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处湖边别墅 大概有2500平方英尺 除此之外 还有350英尺长的河炭 并且业务员告诉他 价钱正好在预算之内 因为房主已经82岁 患有心脏疾病 最多再回一年 他死之前不会搬离房子 不过会搬去地下室住 平时两家人也不会有太多交集 相比之下 温迪对此相当满意 小夏并没有听父亲的话 跟着前来搭讪的富二代跑去滑水 留弟弟约翰一人在家 但小孩子终究没有耐心等他们回来 爸爸所说的重要东西 无非就是电脑和手务室 全部揣紧书包 戴在身上就好 小夏这边正享受着湖边风景 没多久警察就追了过来 原来富二代根本就是穷屌丝 游艇是他偷来的 情形之下 他给小夏穿上救生衣 将它推了下去 因此他被警察带了回去 当地的警长叫来马蒂夫妻 由于将游艇螺旋奖损坏 赔了1715元 警长告诉他们 贾富二代就在他们所住的旅馆打扫卫生 真实名字叫做老莫 一家人在当地是有名的不法分子 小偷小摸更是家常面饭 莫了还感叹 幸好小夏没和他的姐姐卢斯混在一起 卢斯19岁 聪明刻薄 是入室刑洁大师 当马蒂见到他的照片时 立刻慌了神 这个女孩子正是旅店的服务员 发现两个装钱的袋子都在 可是行李箱里只剩下一万块 马蒂没有发狂 直接给警长打去电话 询问鲁斯家的住址 出门租了一艘快艇 带上买来的五条鲷鱼 伪装成垂液调者 前去寻找 马蒂来到湖安处 一间房屋外 刚好听见一家人 正为分赃不均争吵 马蒂拿出小刀 本想武力讨灰 可当他听到里面传出多人讲话声 果断放弃 果然马蒂刚进去 就对上了黑洞洞的枪口 对此他倒是毫无畏惧 反问一家人 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钱 肯定不能存进银行 因为在美国超过一万的存款 都要向国税局提供现金交易报告 买车也不能用现金 否则国税局会马上出现在家门口 而且那些钱属于大毒销集团 还没有哪个不要命的敢抢他们的钱 最重要的是想留下钱还得杀了自己 否则德尔一定会根据他提供的线索 前来扒了室内所有人的皮 即便他们有办法躲过这些 就这家人来说 分完钱之后 五年内定会有人先会过光 最后还会因为钱起争执 那时秘密将不再是秘密 不出意外的 马蒂的话起到了威慑性作用 老莫最胆小 第一个放弃分钱 其余人咬牙留下两万 算是辛苦偷窃和美好预期破灭的补偿 拿回钱后 不敢再放在旅馆 连夜转移至新租下的仓库 与此同时 FBI从车祸现场中 发现没有被硫酸溶解的下额骨 经检测 那属于汉森 如果剩下的体验能成型 定会发现多人尸体在里面 其中就有布鲁斯 想到他的合伙人 从芝加哥牵走家人 还从银行提了800万 转移至南密苏里 肯定和此事脱不了干系 丁死一定能查出 洗钱的手段和地点 有所谓的证据 就能把他与德尔的贩毒集团 一网打进 折腾半夜的马蒂 隔天还是早早起了床 约翰懂事的对昨天外出道歉 并告诉他认识了新朋友塔克 在蓝毛小手工作 没人吃饭 住宿 甚至酒吧也接近倒闭 他猜想 那正是爸爸开展工作的地方 马蒂并没有在意他的话 只告诉儿子 将来他也会有小孩 希望他们都是彼此的骄傲 如此矫情的话语 其实是有原因的 从和温蒂的争论中 可以听出马蒂想用自杀来骗宝 只要他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宝金足以支撑母子三人的生活 不然德尔会一直来找麻烦 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个破地方 洗掉八百万 别说三个月 给他三年时间都没有用 自己死后 把钱全部还给德尔 他自然没有理由继续为难 纵使温蒂已经不爱 但用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 还是不能接受 马蒂没有再多说什么 把德尔的联系方式 和藏钱地址塞给了他 嘱咐 三小时后 给警长打电话 谎称 出去散步再也没回来 为了万物一失 马蒂给油腻大叔打去电话 询问有没有处理过 生命保险调查 因为有个朋友想知道 关于保险公司 拒绝索赔的概率 如果怀疑持宝人自杀 会怎么处理 大叔很快就猜出 马蒂的真实意图 警告 如果这人近期有财务麻烦 或异常举动 比如突然辞职 或者配偶不中等 都将成为保险公司 定义为自杀的证据 马蒂对比自身 这几项全占了 简直是生无门 死又不能 温蒂准时给警长打去电话 台词和设定好的一样 语气里的难过和着急 确实发自内心 挂断电话正要和德尔发郁件时 马蒂活着回来了 这次相见 两人内心都五味杂陈 温蒂返回卫生间 眼面痛哭 马蒂则找到儿子 询问蓝毛小婶 不久后 她就找上了小婶的女老板 经营状态已经临近关门 但她对意外的投资 还是不感兴趣 认为 这不过是资本家的手段而已 维持现状还有固定资产 相应她 恐怕血本无归 再次被拒绝 马蒂心情跌到谷底 来到酒吧 准备喝上一杯 正巧碰到两个大汉 正羞辱服务员 而那个人正是儿子的新朋友 塔克 路见不平 除言相助 对方不知道她的来历 没敢继续嚣张 马蒂一见朝这边走来的女老板 心生一记 透过墙上的老照片 猜出她与塔克的关系不一般 有故一激起 已经平息下去战火 温蒂带着孩子们来到新家 小夏得知 要和老头同住非常不满 无奈 温蒂只能坦白 为贩毒集团洗钱的事 黑先生第1集第2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马蒂艾利一泡拳 会改变女老板的决定吗 那800万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全部洗干净 孩子们得知 最尊敬的父亲 是贩毒分子的帮凶时 他们能否接受 点击关注 精彩好剧每天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